首派了剪教太尉赵匡应领兵对抗 途中赵匡应被手下将领黄袍加身 拥立为帝 从此赵氏统一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建立宋朝 视为宋太祖 太祖在位十七年突然驾崩 皇上驾崩了… 皇上驾崩了 当日天云变色,天昏地暗 似乎對於宋太祖的死 另有蹊蹺 單箱子果然在這推銷 剛才田徑那邊發生了大事 不要再多說了, 快點來吧 愣愣我 你快點走 你讓我想一想 我等了你大半個時辰 下棋不讓人家想的 想… 真是 走吧 師父, 你決定走這步? 整盤棋都在我的肚子裡 快點兒 突然冒犯了 來吧 將軍 將軍抽鞠, 這下你可沒騎走了 怎麼這麼快 還用說嗎? 又是你贏了 當然了, 證明我們李師兄的騎藝非常高 你少給我插嘴 都是你在這兒弄得我都輸了 你… 這盤棋不算, 再來再來 不算 師父, 徒弟贏的贏的五盤是多了一點 如果說這盤不算 這怎麼說得通 是啊 呂東斌, 你這是甚麼態度? 你還當我是師父嗎? 你們兩個又在那兒吵甚麼? 你們兩師徒又來了 你們大家都不要管 我要你跪下 呂東斌, 我要你跪下, 聽見沒有? 跪甚麼?我又沒有犯錯 跪下 你們少說了, 算了 算了 不跪, 你給我跪下 不跪 好了…別唱了 芝麻綠豆的事情放下去吧 剛才天庭那邊這麼大的事 你也不過去看看 到底是甚麼事? 宋太祖照匡胤的冤魂直衝天庭 要去向玉帝護冤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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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你不能去頂 烈賕 口罩 好… 好… 好惨, 我死得很冤枉 求玉帝替微臣申冤血恨 你跟谁人有冤, 哪个有仇 微臣的大仇人就是赵光义 光义乃是你的亲兄弟 他人面授心, 谋朝篡位 臣有病在身, 就横加陷害 广字老乱天杀, 朕是无法无天 传赤须龙母 玉帝有何吩咐 朕派你速速下凡, 侵略大宋 令他们宋史永无宁日, 速去勿物 遵旨 玉帝 九天玄女, 有何启咒 微臣所知, 大宋有三百年江山 派赤婿龙母, 惩罚赵光义之事 万一连大宋江山都不稳的话 岂不是又乱了天术? 请玉帝明见 朕老早已经考虑过了 文屈姓 唯存在 天机姓 臣听命 天蓬神 小臣在 三位仙将速速下凡 克制赤须龙母, 保卫大宋天下 不得有物 遵旨 玉帝实在英灵 恩匹百人, 土天受恩 动不动就派这些天将下凡 我看照这样的搞法 真是劳神伤人 肯定弄得天下大乱 你成何体统?玉帝你都敢说 你是不是连神仙都不想做了? 我…你小声一点 我适合小声 李洞宾也不能说是不对 是…曹徽舅也这么说 何止是我 连张国佬他也有同感 天降下班 连场大斗 从此凡间战祸平命 黎民又难了 我们这次应该想个办法 看看怎样才能搭救那些老百姓 彩禾小弟, 稍安勿躁 何仙姑 什么事? 这次赤须龙母下凡辅助辽国 而大宋方面就有文曲星、天机星 和天蓬神相助 对了, 三对一 赤须龙母这次白费心机了 玉帝算得真准 这可不一定 就怕玉帝也算错了 真是的 不需要你这么担心的 看看你 钟离大哥 赤须龙母的性格很硬 在我们仙界里面是出了名的 你们少担心 温曲星他们三个人都斗不过赤须龙母 我就不信了 那如果他们三个人都斗不过赤须龙母的话 那我看钟离就亲自下凡去祝他们 喂…师父 你这么做法就有未预定的旨意了师父 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这本来就是 什么本来就是 真是的 算了… 宋太祖赵匡胤的冤魂到天庭湖冤 无疑成为了天界里面的一个话题 而天降下凡就像枝叶相连 竟然无意中掀起了天人异界之间 极端因缘, 极端夙缘 在下无意冒犯 敬请兄台赐予见谅 我…我千人的道合 差点被你一箭刺伤 我…是个人… 两位为什么要大打出手呢? 天蒙神, 你不是要下凡去辅送吗? 就是在下凡途中为了避见 所以误伤了这位兄台 小臣还有药物在身 请观音大事代位请恕 我四包紫手 我四包紫手 看来你的伤势很轻 何必要小事化大呢? 我四包紫手 我四包紫手 我师父这个老顽固 他以为玉帝一定不会错的 算了, 东兵 何必这么认真呢? 干嘛算了? 有办法了 办法? 什么办法? 你瞧 老爷爷, 有何吩咐? 吩咐 你们两个马上下凡前去 追随持虚龙母 一定要全力以赴 不求将大宋江山尽受了人手上 快去 是 东兵 你这么做似乎太过分了吧? 一点都不过分 要玉帝阴沟里翻船 我们觐见才会有效 要杀上我师父的锐气 那就一举两得了 是 玉帝要我下凡 干什么? 帮天蓬神辅助大宋皇帝 跟我一起去吧 不行, 玄母娘娘要骂人的 你怎么那么笨? 你下去了, 她不知道的 不行, 玄母娘娘就快回来了 你走 你怕她? 我为什么要怕她? 你走 我以后不再理你了 好吧, 我走 我待会再回来找你 不要怕她的 娘娘, 你回来了? 你跟雷阵子又在这儿呕蛋撕脸了 她不过是路过这里吗?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你还是跟她下凡去吧 没尝过人间夫妇之苦 是不会心息的 西北角有股锐气盘旋 一定是杨家天宝府所在地 你让她回来 好, 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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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下吧 我的鸡吹了 我的鸡吹了 你们快来帮帮忙 快来把我抓这鸡 快来抓住鸡 快点 抓住 快来抓住 快来抓住 老铃公来了 老铃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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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來, 收鼻探 恭喜…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恭喜, 老年公, 恭喜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停腳… 看看那邊為什麼那麼吵 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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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水 風水, 風水, 風水 頂國仗是一群人在天波府門外 通楊老令宮祝壽 大權百姓向楊爺拜壽 楊爺真是越來越放肆 楊家父子八人 看來還是朝天的一個心腹之患 祝爹夫東海, 壽比南山 給個紅包 那你們兩個是最大的了 明年就要帶頭抱孫子來足壽了 謝謝爹 公主爺, 年年天福, 歲歲增壽 乖… 我們夫婦、公主爺老當益壯, 松百常青 你們兩個說得最精彩了 謝謝爹 謝謝爹 公主爹, 福壽無疆 祝公主, 常年龍馬精神 乖… 謝謝爹 謝謝公主 娘, 那些吉利的話 都被各個嫂嫂他們說完了 我們不知道祝爹甚麼好 好了…不要說了… 吉利的話是說不完的 祝你爹明年多添兩個媳婦 多添兩個女婿 再多添幾個孫子就好了 好, 那就這麼說爹 謝謝 要死了 甚麼事?別這麼亂說話 我是一時著急 六哥和七哥不知道上哪去了 該輪到他們了 是, 六郎和七郎上哪去了? 孟良交代, 你們倆看見他們沒有 你… 你… 我… 謝謝, 你要拉緊 六哥, 你抓過這麼大的白鶴沒有? 我從來沒聽說過 這裡有白鶴的 怎麼沒有?我在這兒抓過二十斤柱的白鶴 有就好了, 可以給爹賀瘦嗎? 是 你… 想要我命啊, 你們 你怎麼搞的?這麼大人這麼沒用 你不要亂說話了, 快幫忙吧 你們亂說陷阱傷人還這麼兇 村姑, 你傷到哪兒了? 你不是大夫, 我跟你說也沒用 這個丫頭還很刁蠻 七弟, 不准出口傷人 你沒事吧? 怎麼樣? 郡主… 郡主… 郡主 郡主 怎麼這麼巧? 閒著沒事, 出來打野豬嗎? 阿家也是閒著沒事, 出來散散步 叛國教 是, 郡主 你似乎認識這一位 在下楊延昭參見郡主 楊延昭? 那就是楊六郎 在下正事 七弟 楊延昭, 拜見郡主 忽延昭邪, 拜見郡主 久聞楊家將大名 今天有緣相見, 幸會幸會 這兒又善又熱, 郡主還是回去休息吧 請 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郡主, 請 請 聽人家說, 柴郡主喜歡辦蔥窟 到處都去 聽就聽得多了, 原來是真的 是真的 看甚麼? 閒著沒事上山打野豬 你們天生就是豬 見他我就生氣 氣甚麼氣, 走吧 走 還沒抓到白鶴? 好晚了, 走吧 待會兒爹和娘又要著急了 走, 走 既然郡主這麼欣賞千賀林的景色 我明天一早 微臣就來接郡主出去散步吧 不必勞煩國舊了 哀家今天確實很累, 就此吃陪 大哥, 郡主這座冰山 我看你也很難打得開 只不過是一名亡國奴 被先皇收為了義女 諸多作泰, 自名得義 等我收服了你 怎麼慢慢懲戒你 大哥, 還是求二姐助你一筆之力吧 我向皇上說一句並不難 不過… 不過甚麼? 現在你三天寵愛在一身 你說一句話把柴郡主許配給我 這是小事情, 還辦不到嗎? 問題是這個丫頭是很多詭計的 她說抗旨就抗旨的 特別是這件事, 皇上也奈她不合 算了…當我沒說過吧 大哥 皇上駕到 皇上萬福 平身, 謝皇上 謝皇上 我叫你也在這兒 就是, 她被情所困 所以就來訴苦了 好, 又是為了柴郡主吧 但是我就是不明白 柴郡主這個人天生善良 但是唯獨是對你諸多迴避 可能是情有獨鍾, 諸多金翅也不一定 既然這樣, 我看皇上還是趕快下旨 把郡主許配給國舅吧 不行, 這種事怎麼虧免情的呢? 怎麼都要問問她本人才行 還要問問她? 是啊, 據我所知 郡主跟皇后很親近 為甚麼不請皇后幫幫忙?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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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像его雄 六郎的性格很高傲, 不一定會附會 這點你們不要擔心 我叫皇上下旨, 公子之家全部附會不就行了? 這倒是辦法 不過我又很擔心 萬一給派龍接到繡球, 那怎麼辦? 請娘娘到時候拭目以關吧 你們待會兒把我那份也搶去 我可不願意做駿馬 你也別算我那份做駿馬, 我不幹 富平其貴, 一輩子抬不起頭 我才不幹 我們六個一句話也不說 一定是找個有利陣地 以便搶到繡球, 做駿馬 你少廢話, 我這是逼著才來的 奇怪了 怎麼沒看見潘家三兄弟呢? 他們怎麼會不來呢? 潘家想跟皇上親上加親 滿朝文武百官, 誰不知道 想想也奇怪 潘妃一向深得皇上歡心 按道理很容易說服皇上為媒 將柴郡主許配給他們兄弟 為什麼要拋繡球這麼麻煩呢? 那一定是柴郡主不喜歡潘家三兄弟 這麼看來柴郡主倒很有主見 果然不是一般女子 讓開, 讓開 讓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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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兩位賢侄也來了 六郎 七郎 向潘國賬請來 請安 有兩位賢侄在場 也算是人才巨巨了 皇上駕到 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眾青家平身不必多禮 發心嗎? 今天這個拋繡球的盛會 就由你來主持好了 遵旨 各位 今天小王代表郡主說幾句話 古語有雲, 良緣天定 今天郡主繡球招親, 人才計計 誰要接到繡球的話 郡主就順天應命, 招圍駿馬 他們在眉連眼鏡 賤人 怪不得拋繡球呢? 郡主準備拋繡球了 各位請就位 好, 開始 妙, 果然是妙 要看你自己拋繡球 郡主招到的這個夫婿 一定是個武藝超前的人 來, 這樣泡泡很有意思 六哥, 上, 上 上你的頭, 先看看熱鬧 來, 上 來, 上 來, 上 好… 郡主這一招的確相當難 誰想弃拳的話就請站到那邊去 到那邊去看看, 快 好 六哥 兩位, 良緣天定, 不必相讓 好… 現在怎麼辦? 好一場龍爭虎鬥, 繡球竟然一分為二 不過, 一女又怎麼能配二夫呢? 其實拋什麼繡球呢?這是多此一舉 我看郡主她自有主張 終身大事不能草率 對, 國舅和六郎都是一代俊傑 不如稍作思量再謀決策吧 就遵八王兄之意吧 你願不願意幫郡主嗎?八王 我看還是我去吧 讓我幫她出出主意也好 以小王所見 終身大事要一個人靜心思量 也要兩三個時針是在所難免的 先孫爺說得太好了 大家何必這麼緊張呢? 尤其是你, 阿龍 往輕鬆一點 你看看, 楊家六公子是多鎮定 這才有大將的風度 國長, 你太過獎了 郡主駕到 郡主有所決定了, 是不是? 有勞各位久候了 這一支金拙是哀家心愛之物 本來是有一對的 只可惜日前遊玩之際 一時不慎, 有一個掉到湖底下 現在就請兩位幫哀家找一找 至於找到的那位就是哀家的郡王 這個辦法確實不錯, 果然妙招 這樣不公道, 國舅不懂水性 怎麼能下湖尋找金拙子? 潘娘娘請息怒 公道不公道這一點見仁見智 哀家事前並不知道這兩位 哪個懂水性, 哪個不懂水性 那就是天意了 什麼天意? 天意要郡主想到如此決策 也就是天意將郡主取配給楊六郎 千歲也 千歲也這麼說 老夫倒認為不一定了 為甚麼? 因為那湖底廣闊 而且暗流很急 就算是基於水性的楊公子 也未必能找到這金拙子 國長, 你太過獎了 六郎水性實屬一般 既然楊家公子都說 未必能找到這金拙子 那就是說阿龍未必會輸 在下雖然不屬水性 但是為了贏得郡主芳心 必定盡力一事 還請兩位慎重行事 如果日落之前還沒有所得的話 就不必強行繼續了 哀家寧可再做打算 郡主果然想得周到 六郎 六哥 怎麼樣? 原來很簡單 下湖底幫郡主找到金拙子就行了 對你來說 就像上山拿柴這麼容易 六哥坐定郡馬了 參見郡馬爺 這三隻瘋狗又在亂叫? 瘋狗 你才是瘋狗 你為甚麼罵人 你說甚麼?你這個瘋狗 你這瘋狗 你才是瘋狗 不准教育你 沛先生, 你先回天波府打點一切 好 好搞不擋路, 讓開 你… 阿寶 國賬, 六郎七郎先告退 告退 請 大丈夫小笨人責亂大貓 這麼簡單的道理你都不懂 怎麼成為大器? 不是… 好了… 我們還是猖想一下 怎麼把金拙子找回來了 爹, 孩兒早已想到妙計了 我現在先下湖底去 你在這裡照樣一下 小心他們 我知道, 你去吧 是 楊彥昭, 你在這裡慢慢找吧 小舵父母, 做夢 下輩子都輪不上你 糟糕, 怎麼下去這麼久了 現在就剩下你一個了 只要我們解決了你 就可以免得節外生枝了 可以免得節外生枝了 不酷 快免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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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變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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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哥, 找到手鐲妹 你沒事吧? 好在這位英雄拔刀相助 在下楊顏慈, 謝謝英雄相救 你就是楊顏慈楊七郎? 是 楊家將威名聽就聽得多 原來你就是楊七郎 那你呢?楊幾郎? 在下楊六郎, 兄台尊姓大名 我姓杜, 單名一個金字 原來是杜兄 叫我了, 小弟有事在身 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是 金鐲子在此 恭喜, 楊哥 我們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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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怕 我們是天將下凡 你們三兄弟是我們所救的 大哥… 阿華寶 原來這兩位天將就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還不快點答謝 謝天將救命之恩 不必多理 我們這次下凡 有重要指示給你們叛加布子 兩位天將, 有何指示? 天書有定, 宋氏氣勢有盡 中原將為大家所控 你們聽見沒有? 聽見 你們攀家, 如果祝良滅宋 就會滿門生輝 如果祝宋 那就災難重重, 滿門招貨 加薩人亡 大哥… 小民遵命… 老爺, 龍兒他們怎麼樣?還沒回來 柴郡主指示要在日落前娶到金卓 現在時辰已過 怎麼他們還沒休息? 找甚麼找? 楊六郎已經把金卓交給柴郡主了 他們快擇日成親了 那龍兒他們怎麼樣? 爹…娘妻 爹 幹甚麼?你們怎麼弄成這樣? 爹, 孩兒剛才被楊六郎楊七郎暗算 差點沒命了 暗算 好在兩位天將出手相救 才平安無事的 真是祖先有靈, 要還神了 爹 你們出去吧 是, 少爺 有這樣的事 是, 爹 這兩位天將還有指示呢? 是 他們要我們禮嬰外合, 助遼滅宋 真是天意 我們私通遼國 竟然與天意吻合 這大宋的江山 我們潘家就只日可期了 真可惜 大哥這次不能和財郡主成親了 我娶不到她 楊六郎也未必娶得到 好身手, 好身手 父王, 是我好一點還是黃姐好一點? 當然是我好 兩個都很好, 兩個都能幹 母后女生呢? 好厲害 你母后用刀真是出神入化 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們倆姐妹用心點練習 一定可以做得到 嗯 母后, 母后, 等等父王啊 好… 有士童陪著他不就行了嗎? 駕 看 好… 母后真棒 欺負皇后, 皇上在後面暈倒了 你們先送皇上回宮去 去呀 是, 皇后 母后, 為甚麼不一起回宮? 宮中自有待一救治你們父王 我們又何必回宮呢? 但是父王他一向都體弱多病 所以我要你們以父王為戒 身為一國之君 雖然有才智 可是身體虛弱, 很難成為閻君 看情形, 你們父王不久於人事了 母后, 你別這麼說 這是事實來的 你們兩個人身為储君 應該早做準備 我們願父王長命百歲 起來 不成大器 兩位是… 我們是天將, 奉命下凡, 服梁別宋 天意要我大寮進去中原 不錯, 而且蕭太后將為勝君 天意果真如此 願為蕭太后向勞 好… 那我就應天行事 兩位天將聽令 是 我賜你們兩人姓蕭 你名天左, 你名天右 今後你們兩人 就是我們大寮的左右先鋒大象 為大寮打江山, 爭天下 若有不利的天誅地滅 遵命 哈哈哈哈… 好了… 好, 好了, 乖 我要你殺的人是楊顏昭 你要記住我, 如果他不死, 你就死 來, 喝這麼多酒 來, 喝這麼多酒 不是那邊, 是那邊 來, 喝這麼多酒 這邊有酒 沒酒, 來, 喝這麼多酒 沒醉 沒醉 來, 進來, 進來 進來, 慢點 喝個酒 小心… 來, 進來 來, 進去 來, 進去 來, 進去 郡主, 真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晚上讓六郎多喝了兩杯 是 酒, 給我酒喝 麻煩郡主今天晚上好好照顧六郎 時候不早了, 我們走吧 是 是 有了各位叔伯才是真的 我已經是楊家的媳婦了 以後大家都是一家人 就不要再以郡主相稱了 是… 那叫你甚麼? 傻瓜 叫六嫂, 快教 對 快出去吧 人家春宵一刻值千金 我們走了 走了… 早點休息 走 怎麼醉成這個樣子 怎麼醉成這個樣子 六郎, 你… 我沒醉 你沒醉? 當然了, 如果我不裝醉 那就讓他們灌醉了 你知不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 不要讓人家破壞 怪不得霸王兄老實說 楊家計謀最多的是六郎 是…讓兄弟們聽見了不好意思 來